在果敢这块一亩三分地 如果你犯了什么事 如果没有大家族的支持 是很难逃出去的 就在我们一行人准备好后 我看了一下窗外 发现街道上的免兵更多了 我顿时愣在了原地 阿森同我一起共事这么久了 自然是看出了我的意样 皮炎子 这不是他们来了 我嘴角挤出一丝苦笑看着阿森道 看这个情况 十有八九是来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再说 我们现在在酒店里 就算是他们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还有我们穿着刘家的衣服 他们应该看不出来的 要不要我先下去看看情况 让刘家那群人先把车弄到后门去 到时候我们从后门走 嗯 可以 那麻烦你先下去看看 我在上面等你通知 你那边弄好之后给我打电话 我再带人下来 就这样 阿森下楼查看大概过了五分钟左右 给我打来了电话 皮炎子 酒店里三层 外三层都被包围了 现在想走 怕是有点难了 听到阿森这样说 我一点也不奇怪 毕竟和四姐作对的是 缅甸少有的大家族 只是没想到才五个小时就锁定了这里 在这里给大家提一嘴 这个家族由于很多原因 我不能直接摆出来说 很多东西一旦说开了 就不是故事 而是适合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网上自行了解 没事森哥 我们目前在刘家的地盘 他们不敢迎来 这个我当然知道 就是现在咋出去了 刘家也不一定能互助四姐啊 他们和刘家谈吐了 一定会上来抓的 你别急 我先下去看看 我下楼后 围着酒店转了一圈 发现已经包得严严实实了 阿森苦笑道 妈的 这下四姐他们捅破天了 搞了这么大的阵仗 我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呵呵 要是没捅破天 四姐也不会这样不顾生死的 想要留在这边了 三哥 后门在那边你知道吧 你叫那几辆车去后门等着 我给陈哥打个电话 汇报一下情况 给阿森交代完后 我立马给陈哥打了一个电话 陈哥 衣服鞋子哪些都换好了 现在就准备出发了 现在给你汇报一下 先不着急上车 再等一会儿 陈哥说完我一头雾水开口的 陈哥 现在对方那边 已经将酒店周围都围了起来 再耽搁一会儿的话 我怕到时候走不出了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 哪边也还在 源源不断地送人过来 放心 我说了今天 一定将你们送出去就送出去 不会出现什么岔子的 陈哥的语气里充满了自信 我也相信陈哥 我知道陈哥一定不会害我 你在大厅里等五分钟 五分钟后会有人来找你 记住 你什么都不要问 找你的那个人 会把你们安全带出去的 你现在是不是让车在后门等着的 对的陈哥 我让车在后门等着的 好的 我知道了 你现在不用管车那些 一会儿有人来找你后 你直接跟着他走 来找你的人 会把你们带到安全的地方 车还是哪些车 也会在安全的地方等你 到时候你们上车就行 好的 陈哥 那我就在这里等 随后我通知阿森 叫他们把人带回来 阿森带着四姐 他们一行人过来之后 陈哥说的那个人 也走了过来 再看到那人 走过来的一瞬间 我感觉特别的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 你是皮颜子对吧 我点点头开口的 对的 达哥 我叫皮颜子 不知道为啥 达哥 我总觉得在哪见过你 但是我想不起来 在哪见过了 我们的确见过 之前也是我带人救的你 稍加思索我立刻想起 一脸喜悦地看着他道 哈哈 达哥 我想起来了 就是之前我被卖去另外的公司的时候 是达哥你和陈哥一起来救的我 由于当时被海哥几人折磨已经神志不清了 只有模糊的记忆 我话说完 刘盈微微一笑道 之前是情况特殊 不过你能记起我也很不容易了 陈总已经打电话给我说了 一会儿我带你们出去 放心 在这一亩三分地 其他家族不敢轻举妄动 刘盈说完 我朝着刘盈深深地鞠了一躬 刘盈立马将我扶了起来 干啥 这是干啥 我和你们陈总都是老朋友 不用这些 小事一桩而已 刘盈说完 我微微一笑道 哈哈 刘盈 可能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是小事一桩 但是对我来说 却是天大的人情 刘盈多的不说 等处理完这个事情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想请你赏个脸 给我一个表达感谢的机会 哈哈 这个不着急 我们还是先办事情 等事情办完 好说 好说 好啊 好 走吧 时间不糟了 随后刘盈便带着我们 从一个秘密通道中走不出去 至于酒店为什么会有秘密通道 这是刘家的机密 当然也只有刘家的核心人员 才能带着我们走 从通道出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绕到了酒店的外面 而送我们出城的车 也已经等候多时了 好啊 我就送你们到这里 接下来的路 都会由小邦带民们 刘盈说完 我朝着刘盈鞠了一躬 随后开口 好的 刘盈 有劳您费心啊 等忙完 还请您赏脸给我一个报答的机会 我话说完 刘盈微微一笑拍了拍我的肩膀 随后离去 刘盈走后 我们一行人快速地坐在了车上 而那个叫小邦的免兵 开着车带着我们一行人往城外驶去 皮皮 之前那个刘盈说救过你密室怎么回事 见四姐这样问阿森开口道 哈哈 四姐 你不知道 这个还是皮炎子认识你之前发生的事情 她之前为了救陈总 被别人给抓住绑了起来 差点没弄嘎她 然后呢 然后就是陈哥和刘盈去别人公司抢人 强行把皮炎子给抢了回来 阿森说完四姐一脸心疼地看着我 我都不知道你还发生这些事情了 都不敢想象你被抓的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尴尬一笑看着四姐道 哈哈 没森哥说的那样 就那样过来的 现在不也好好的吗 生龙活活 哈哈 车子开了没一会 陈哥给我打来了电话 此刻陈哥的语气中也没有了之前的自信 我这边收到了风声 说那边已经放出消息了 这一路怕是不会那么顺利 为了不让四姐他们警觉 我装腔做事地开口道 嗯 好的 放心吧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吸引注意力 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 这样等他们放松警惕 再加上刘家的掩护 或许可以混出去 好的 陈哥 我知道了 陈哥挂断电话后 阿森和四姐看着我问道 陈哥说些什么 呵呵 陈哥说路上的一切都打点好了 让我们不用担心 安心的出城就行 对了芸汐 三姐安排来接的人出发了没 三姐说安排的人已经出发了 好的 出发就好 出发就好 随后便看着开车的那个免兵小帮的 麻烦前面找个地方停一下 我买个东西 见我这样说 阿森看着我问道 你要买什么 现在还买个屁啊 呵呵 陈哥 陈哥吩咐的 让我买个东西 一会儿我叫停后 你们在车上等我就行 很快的 说完我没再理会四姐他们的眼光和话语 我聚精会神的盯着车窗外 寻找这合适的地点 在一处客运点下车后 我看着小帮道 车门锁好 小帮点点了 将车门上锁 随后我看着四姐道 芸汐 你头伸过来一点点 我给你说个悄悄话 秘密 可不能让森哥听见 四姐将头探出窗外 摸着他的头道 乖 后续一切听森哥的 不可以胡闹 不可以耍小兴子 我要你安安全全的出城 见我这样说 四姐突然之间好像明白了什么 你要干嘛 我不准你去 我不准你去 森哥 后续拜托你了 一定把四姐安全的带出城 说完我飞快的跑到 停放在我前面的那辆出租车那里 坐上车后 立马关闭了车门 戴上帽子后 我拿奔子对着司机 冷声的 开车 不然我立马崩了你